Hello大家好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做一个淘宝开箱 可能大家听到我这个视频的声音会有一点点回音 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地下室 因为这个箱子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它有一点脏 所以说我就没有把它拿到楼上 拿到客厅拿到卧室里去 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干脆在地下室录就好了 所以说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回音 请大家见谅 其实这些东西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下单给转运公司了 就是他们已经帮我把东西都买好了 已经在仓库准备就是要转运过来的 然后之后呢我才决定五月份要回国 所以就是正好赶在这么个时候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也蛮大蛮长的 我自己也不可能人肉把它带到美国来 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寄过来好了 这是我手机的大小 然后这是整个一个包裹真的好大 以往我有做过几期淘宝开箱 绝大多数都是服饰类的 然后这次呢我就基本上没买什么衣服 我印象里应该是我买了只有一件 因为我的经验就是我买了淘宝衣服 买回来以后真的都闲置了 就是没有一件是我一直能穿下来 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特别特别合身的 那这次呢我依旧是用Superbuy这个转运公司 那这个转运公司呢 之前我在做淘宝开箱的时候 就是每次都是用他们家来转运的 然后用下来以后 我对这个公司还是挺满意的 虽然可能价格方面并不是在市面上最优的 但是它真的是很省心 就是转运根本都不需要费心 所以我想因为我也用他们家用蛮久的了 也觉得不错 就想多说两嘴吧 那你也可以在淘宝上自己下单 然后寄到他们家的仓库 然后他们会再给你再储存呀 或者是再转运过来怎样的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 比如说淘宝上有一些折扣啊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满减 比如说满100减10块减5块这样子 你就可以叠加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下单给这个转运公司 然后他来帮你代购 然后我之前有用过一些别的代购 就很久以前了 他们都是会收手续费的 觉得这一点就有点坑 就是本来你他给你代购就是买全价的东西 商家给你叠加那些满减的宏洞 他都不会给你叠加的 他还会收你的购物费 挺坑的 我不太喜欢这一点 他们家就没有服务费 但是同样不会给你叠加那些减满的一些优惠吧 入货入库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一个就是会给你照一个简单的照片 就是告诉你他们会验货 这次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我买这个大货的时候 因为我有买一个隔板 就是是抽屉里的那种小隔断的那种嘛 我想把我抽屉好好收拾一下 买的有一个高一点的 应该是八厘米吧 还是九厘米的 然后我买了一个矮一点的是五厘米的 这两样其实我都买了 但是寄到的时候 他真的有帮你量 那个到底是五厘米还是八厘米的 然后他有一个就有一个是店家给我寄错了 帮我点了个数 就是说这个八厘米他多给你寄了 他少寄五厘米的了 你是想留还是要退掉 我说那好吧你给我退掉 然后他就退掉了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 我觉得真的服务真的很好 然后他会帮你拍照 然后你就会确定这个东西的颜色 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版型啊各方面 就那两个字省心 然后他是有不同的游寄方式的 然后这个小邮包呢 牵扯到一些彩妆品 所以说可能邮寄就会比较有限制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是叫易邮宝的一个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是一个邮寄方式 然后我是3月23号那天提交的这个有效邮包的订单 4月2号就到 就是他已经显示了到我家deliver了 然后重量呢 是648克 实际运费是90块人民币 大的这个包裹呢 是12000克 就12000克 12000克24斤 然后是一共实际运费是1000块人民币 然后他的 因为我这个是选了一个比较快一点的运输方式 我选的是EMS 我是4月2号提交的订单 4月14号到了我的家门口 两个包裹大概都是10天左右 其实这个小油包当时他给我预估的时间是要30天 就15到30天 然后10天出头就到了 我觉得也是蛮快的 好了好了说到这个地方 我开始拆箱 然后我先把这个小油包给拆了 里面反正我印象里应该都是彩妆品 因为好多人都说想看国货的一些彩妆 其实我对国货彩妆也一直都非常感兴趣 但是真的市面上太多的一些彩妆了 我零朗满目 我都不知道该买什么 当时我就去B站看那个毛蛋 还有一些那个美妆博主的一些视频 然后看他们都到底都推荐什么东西比较好用 买了一些就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些彩妆品 然后先来打开我对那个国货彩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吧 然后再来慢慢的发现一些可能我觉得比较好用 但是大家都还没发现的彩妆 然后它里面就包成这个样子 有一些这样的泡沫可以隔开 然后每一个东西呢 它都基本上就是这样包好了 然后上面还有个这个 您的商品由我细心检验 细心检验 这是送的一个小镜子 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镜子 然后还蛮可爱的 是这种稍微带一点小皮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打开是一个双向镜 真的还蛮可爱的 然后这应该是赠品吧 我没有买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 哇它这送的一些什么 这也是送的 看这全是小样 对对对 这个牌子叫玛丽代加元气成花素颜霜 是我买他们家东西它送的 然后这 它还送了一个洁面 送好多东西啊 卸妆洁面凝胶质地 温和舒缓 就这样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以试一下 我都买了 我都不太记得 我买了他们家什么东西 送这么多 我买了他们家的两个 一个眼线笔 然后是一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当时我觉得真的好酷炫啊 然后里面就是长这样的 里面是两个 是灰色的 我记得他们家还有一款是黑色的 他们家那个黑流酥是又是浓密纤长 然后这个呢就主要是纤长 我突然又觉得浓密纤长比较好 为什么我只买了一个纤长款 它的头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还比较大呀 这个头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一支眼线笔 比如这样 就这种眼线笔 然后画一下 哦 好黑啊 看到了吗 它真的好黑 而且特别特别的闲 我吹一下 我看它刚刚里以后会不会晕掉 哇 这个好棒啊 而且它不晕 看 它不晕 它真的不晕 哦 这个好棒啊 哦 我好喜欢这个 这个好好啊 我觉得如果好用的话 我这次回去多囤几根 印象里反正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再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孔雀开屏的这样的一个睫毛膏 这个是我在YouTube上看一个叫 阿娇的一个 美妆博主 超喜欢它 长得超好看的 当时它在下面就有留一个链接嘛 然后我就是通过它那链接点的 它当时在视频里有说 其实这个睫毛膏是一个假的 就是 是仿泰国的一个睫毛膏做的 但是后来它有去买泰国的那款睫毛膏 就是发现这个仿呢 竟然比原来就是它原厂卖的那个还要好用 当时我就挺种草的 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这个到底怎么个好用法 然后它打开 哦 它的刷头是这个样子的 看刷头是这种螺旋状的 然后这个是火烈鸟的一个睫毛膏 对 我这次好像真的买了蛮多睫毛膏的 火烈鸟的 就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兴这种 就是带有纤维的 所以这个其实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原理跟刚才的这个白硫苏是一样的 也带有一个这样的小纤维 然后带有一个这样的睫毛膏 纤维呢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纤维应该都长得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刷头 它的这个刷头其实是我目前来讲 这几款里面最喜欢的 我觉得就比较细 然后比较长 比较小一点 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眼型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然后再接下来 其实它蛮浪费的 你看这么一个个小东西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就这么大一个呆子 下次我就可以提一下 把所有东西放一个袋子里就好了 本来也不是什么易碎品 这个还是火炼鸟的一个 眉笔吧 对是一支眉笔 然后这个眉笔 哦好细啊 这个眉笔 我喜欢这个设计 它这个质感还不错 然后这面是笔头 我买的是03号吧 它这个笔 对是03号 我喜欢 看 这03号 不过好像是有一点太红了 是不是对我来讲 还是一支 这个眉笔我一共买了两支 我买了一支02号 然后买了一支03号 02号是什么颜色 看一下02号 断掉了 从里面飞出来了 一断两截 我现在希望这个色号 不是我喜欢的 不是我适合我的色号 这样我心里 还是好收一点 我感觉这个颜色 是比较适合我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更偏冷掉一点 刚才那个03号 就更偏暖掉一点 这个是02号 这个是03号 03号更偏暖一点 我觉得02号更适合 嗯 然后这一袋是什么 软软的 里面再没有了 就这些 里面再没有了 就这些 还剩这最后一包了 不是看谁的 好像是原先是 看Renny的视频 然后他买的话 不是这个颜色 哦 他的这个 外包装的 这个质感好好啊 哦 他的这个外包装 好漂亮啊 很有质感的一个感觉 它里面就长这样子 再有两个棉棒 然后 哦 很懦软哎 而且好像不怎么 飞粉的样子 哎 它还挺显色的 但我感觉这个配色 我好像不是很喜欢 而且他的这八个颜色 全部都是珠光色 没有雾面色 我觉得我还挺不喜欢 这一点的 但我总觉得 如果全眼都是珠光色的话 其实 画出来的眼妆 就不会觉得很精致 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怪怪的 我觉得真正精致的妆 还是雾面的 比较容易能画出来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 雾面和珠光 这样搭配的一个眼影盘 所以说这个眼影盘 就我觉得显色度啊 粉质各方面都不错 就是 都是珠光 就有一点 所以目前来讲 这些彩妆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火烈鸟的 这个眼线笔 真的超惊艳 我觉得这眼线笔 就是 画上去又细又黑 然后特别好上色 而且一点都 一点都不会晕 我觉得这个 我真的很喜欢 最失望的应该 就是这个眼影盘吧 我觉得它外包装 做的这么的好看 里边竟然 全部都是珠光 就感觉配色 有一点不太 就感觉配色 总是有那么点 不太用心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拆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怎么拆啊 有一点困惑 还会好稠拆包裹 为什么呀 这么一大箱 看到了吗 它里面的包裹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我买了一个超好笑的 买了一个厕所里 那种防滑垫 应该一共是两个 买了两个 看 这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是这样稳住 这里我们能赢 这是一个小的 然后它版面 全部都是这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样的那种 龟胶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长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从镜头里能不能看到 这样 哎呦 可能看不到吧 这儿 稳住 别浪 这是一个长的 它折起来 就是对折 大概是这么长 看 这么长 这是对折的 然后这个我就想 一个把它放在那个浴室 就是洗完澡 出来以后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把它放在 洗树台底下 味道其实我觉得还好 没有特别大 这个还蛮喜欢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材料 其实蛮厚的 我觉得还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就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这个 我买了 买了一些拍照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那种 假的树枝 就是那叫什么 印刺风 买了个这样的树叶 然后这样子的 然后是这样的 质量还不错 我觉得质量还不错 挺真的感觉 拍照的一些 可以当背景的一些卡片 有这种 长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这些 这个 这样子的 这还蛮好看的 还有这种大的 格子的 还有这样的 超多 还蛮超多 这都是 这都是大 我总感觉这些 应该是那种博主必备的东西 我现在才买 然后这个是那种磨砂纸 你看这边是大理石面的 然后这边是这种大理石面 两种两边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是这种哑光之地 也是拿来拍照的 对 这边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这样子的 他们家有好多种选择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白色弹石的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 就是这种 可以把那个 什么东西 可以比如说把什么东西 放在这个 这个毛毛的这个毯子上 拍东西啊 就拍可能会比较唯美 有点太粗糙了 你说我家狗 要是白的就好了 我就可以放在它身上拍 然后我家狗不是白的 它有一点掉毛 这应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它有给我记错的 就是这些 这个条 这个条就是把它当成隔断 然后放在那个抽屉里 可以一层一层隔起来的 我现在拿到手 我感觉它的质地还蛮厚的 有点像那种小木头似的那种感觉 我让他们看清 真的还蛮厚的 然后它挺结实的 这个是 这是宽的 哇 这个好宽 哇 这个怎么那么宽 看到了吗 这个好宽 这是8厘米吗 我是买的8厘米 11厘米的 我记不太清了 这个好高啊 看好高 我现在觉得我让转运公司 给我转运回来 真好明智 我买回家 我怎么可能把它驮过来啊 根本没有办法 人肉把它带过来 然后这个 这有一个大的箱子 还蛮大的 我应该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彩妆收纳盒 我买了一个放 我买了一个放眼影的彩妆收纳 因为我眼影真的现在 没有地方放了 这个当时我是看谁的视频 我好像是看一个台湾的博主 叫小米 味道其实有一点大 但是它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可以把眼影盘 我这里现成的眼影盘 只有一盘 这样把它这样放在里面也可以 然后这样子放在里面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我这次最期待的一个东西 我其实本来还想买那个口红的一个收纳 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 这个具体到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真的还挺沉的 然后这质量真的很好 我觉得有这个 有这个做铺垫 我就可以放心的再买别的了 那这个都不太像是一个亚克力的感觉 都有点像那种钢化玻璃的感觉了 然后买收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把我的梳妆台再好好收拾一下 然后整理整理 然后再给大家重新更新一期 就是我梳妆台这样一个更新 因为毕竟买了好多彩妆品 没有收纳 我觉得我梳妆台直接就堆成衫了 现在已经好多彩妆品没有地方放了 所以说我只能买 不停的买这种收纳 它里面你看它包的也蛮好的 都是这种套墨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四包 这个是四包那个抽屉的 对因为我不是有两个柜子吗 然后我想把抽屉好好收拾一下 我感觉我这次大多数的 就是这么沉的东西 都是这个 这是个镜子 然后是那个 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手拿镜 就是比较有宫廷风的那个手拿镜 手柄那个地方就已经掉色了 之前我有两个手拿镜 放在梳妆台上 有时候比如说想化个妆 快速化妆 然后就拿起来用的 然后我在 我在那个浴室还有一个手拿镜 但那个手拿镜有一次被我摔碎了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 来来回回只用一个手拿镜 有点费劲 我就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我看淘宝上手拿镜 要不然就是那个3CE家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 就是我总觉得那些我不太喜欢 包括那个宫廷风的 我之前买的那个其实也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审美疲劳的 我不想再买那个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这个大小什么 反正我看这个盒子 我感觉不是很大 Keep calm and stay beautiful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 但是它真的好小 不过它镜子质量还不错 这个盒也可以拿来当收纳 比如说放一些什么眼线笔 放一些什么睫毛膏什么的 很有年代感的铅笔盒 这个这一袋好沉啊 这个那个大理石的小盘子 也是我拿来 也是我买了 用来拍照的 然后它还挺沉的 然后有个金边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的 当个小背垫也不错 然后这有两个 一个是MISS 一个是MISS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可以悬挂的 然后这个地方带有那种小垫子 然后放桌子上不至于 它蹦蹦响的那种 这个也蛮好看的 然后用来拍照 当背垫都不错 我买了一个这样子的耳钉 长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跟我今天这衣服还蛮搭的 对不对 很精致的感觉 这是刘海贴 这个应该是送的吧 这不是我买的 这样 都粘不住 因为我也没有刘海 这是刷 哇 这个刷子这么沉啊 我买了一套刷具 纯粹是因为颜值 魔法棒的一个感觉 然后前面就是这个刷子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这刷子好不好用 就是真的完全是因为它的颜值买的 但是这个设计真的超喜欢 好沉啊 这个 就适合放在家里面 然后我这样摆着看什么的 不太适合拿出去旅游用 觉得拿出去旅游真的好沉 这是一个耳饰品 是长这样子的一个耳饰品 它正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背面就是长这样 这样子 袋上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给大家带 它的这个球 看 从这掉下来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包东西 卡其色彩 对这个真的超有名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 卡其色彩不是看哪个博主推荐的 是我在做我的视频的时候 B站上有弹幕你知道吗 然后弹幕上就说 卡其色彩特别好用 然后我想卡其色彩是什么东西 然后下面进阶子就出来了 卡其色彩的眉笔 确实比较好用 然后后面又出现一堆弹幕 就是说怎么哪哪都有推荐卡其色彩啊 然后又说都是广告啊之类的 但我看进去了一招嘛 然后我就一直都很重草 卡其色彩的这个眉笔 然后它的这个没有盖子 它这个质感还不错 然后超细 好上色啊 这个颜色我喜欢 02号浅咖 然后我还买了个06号灰棕 灰棕更偏暖调一点 为什么灰棕更偏暖调 浅咖更偏冷调呢 不应该是反过来吗 这边这个是灰棕06号 然后这边这个是浅咖02号 质感啊各方面讲都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上色度特别好 然后我记错了 我一开始以为我买了一件衣服 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 我确实没有下单 我只是放在购物车里 我没有买 基本上没有什么雷品 就是刚才那个耳钉真的是一般 我都没有使劲 我只是想把它打开 然后戴一下 它就坏掉了 就除了那个以外 其他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满意的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那个放眼影盘的那个收纳 质量超级好而且真的 这个质感太爽了 再就是那个眼线笔 火烈鸟的眼线笔真的超惊艳 然后那个镜子我也很喜欢 这次的东西都还不错 好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次视频 不要忘了帮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